外皮酥脆 里面柔软多成了麻将烧饼 在家也能做出外面的味道 准备300克面粉 加3克酵母 180毫升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成面具状 揉成光滑的面团 密封醒15分钟 做这个饼的面不需要全发 拌发就可以 接下来拌碗芝麻酱 加一小勺食盐13香 适量的老抽和香油 老抽用来调颜色 调成这样酸辣的粗度 芝麻酱料汁就调好了 熄好的面拿到面板上不用揉面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大面片 上面倒入调好的芝麻酱料汁 用刮板把芝麻酱涂抹均匀 上面再撒一层薄薄的干面粉 更容易起层 从一头边伸边卷起来 然后整理一下 起层到有相当的面剂 把面剂的两头用手捏沿 再把面剂伸长对折 用糊口收拢成圆形 在盘子里倒一些白芝麻 把面剂先沾上清水 再沾一层白芝麻 按压一下白芝麻 让它沾它更牢固一些 再用擀面上擀两下 擀好的饼 放到提前油热刷油的电饼层里 里面多放一点食用油 这饼的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锅盖用中火烙 烙至一面定型翻个面 表面都烙至这样金黄酥脆 小饼就出了 现在满厨房都是芝麻酱的香味 外皮满满的白芝麻 又香又酥脆 里面又很柔软 一层层的都是芝麻酱 这个麻酱烧饼太香太好吃了 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